我們這個318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上面是3.15的 也就是說原廠E36 325的標準配置 那我們現在換上去之後發現 的確它是325的動力使用 對318來講 這個尤其在爬坡的時候 力道稍微比較不足一點 那我們這部車主要是以跑三道為主 所以我們想把這個後插速器再往上調升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之前裝3.15的時候 時速100公里5檔的時候 轉速約末是在2500、2600那個附近 那現在如果說我們換成更高尺筆的時候 尺筆一定會再往上走 那之前我們還沒有換差速器用4.44的時候 時速100是4000轉 那是太高轉了 那個也耗油然後引擎轉速也很高 那我們現在找到一個3.64的尺筆 後面3.64我預估大概轉速會在3000出頭左右 這樣也可以接受 那除了說尺筆改變之外 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左邊這個3.15是原來的 剛才拆下來的 那這個是一般的差速器 就是我們知道 側子在走動的時候呢 內側輪轉動比外側輪來的少轉 因為外面走比較大的直徑 所以兩個輪子已經有輪速差 所以你看我這樣轉 它左右輪 左右這個轉動軸是可以滑插的 是可以滑動的 但是呢像這種情況當你單側出現有打滑的時候 因為滑掉了嘛 所以動力會全部傳到打滑這一輪 這一輪會滑的更厲害 然後呢有抓地另一輪呢就沒有動力 所以車子會因此而慢下來 那今天如果說在一個性能比較好的車子 或你要求過彎速度比較快的時候呢 一定要這中間 除了平常有滑差之外 還能夠在打滑的時候產生一定的阻力 所以這個我們就叫做 LSD Limit Slip Differential 透過這個LSD呢 讓這個單側打滑的時候呢 裡面有壓板會夾住 把百分之大概25到45不等的力量 傳導到還有抓地那一輪 像這一顆就是 我們這3.64它一方面是持筆不一樣 二方面呢也是有LSD的 所以你看 我沒有辦法 好兩邊是沒有滑差的 好沒有滑差 那我轉這邊的話呢 你看另外一邊跟著轉 轉這邊另外一邊跟著 它兩邊是有壓板夾住的 而你開放式的話 你看我們仔細看 我轉這邊這邊是反轉的 好把前面抓住你看 我轉這邊左邊是反轉的 它中間沒有壓板夾住 那這個的話呢 我如果前面不轉 我根本轉不動 因為要兩邊夾住的 這個就叫LSD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裝上去之後呢 等一下會看到 時速100的時候第五檔 轉速因為比原來高 然後就是說呢 因為有這個LSD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所謂的 甩尾的動作 過彎的速度呢有的更快 來 繼續吧 好這個差數比 3.64的LSD已經裝上去了 那我們現在看 剛才本來兩邊是開放的嘛 現在你看我現在轉單輪 你看 轉這一輪那一輪也是同向轉的 現在如果不是LSD的車的話呢 我這邊這樣轉反轉 那一輪一定會正轉 就兩輪子一定會轉相反的方向 那就是一般開放式的這個差數器 那這個LSD呢 中間因為有壓板 就會兩邊基本上是轉同向的 OK 好 那我們就可以上路試試看了 我們下輪希咗 好 我們下輪一個人的 我們下輪一個人的 课Cap 我們下輪一個人的